赵玉跟着蔡小红来到了蔡师傅后花园东北角的这藏书楼下 他一看这藏书楼下的还有八名带刀的武士 根据这个战士赵玉感觉到这是一个十分机密的所在 不然的话就不会这样层层涉岗 他来到楼下的功夫这几名武士过来也是盘门赵玉是谁 蔡小红说这是我带的仆人 今儿的十和我滴了的有点累 我让他帮我滴了的上楼 哦 他们往两旁一闪 这才帮赵玉跟着蔡小姐往楼上走 赵玉呢 手里边帮着提的十和 跟着蔡小姐上楼之后 往右手一拐 看见有一个门 就看蔡小姐来到房门前面 轻轻的敲门 敲了三个三下 最后敲了一个四下 这门然后才从里面开开 门一开 蔡小姐领着赵玉就进来 赵玉进了一瞧 果然藏书楼啊 这就是个图书馆一样 屋子里边四字笔都是书 除了那边有窗户之外 一看在屋子里边 书下的当中 摆了一张桌子 桌子后边放了一把椅子 桌子上边有茶壶茶碗用具 这开门的这个人 大概就是他所要见的这个外国人 玛雅里 赵玉一看这玛雅里 哎呀 我看了赵玉以的这玛雅里 是一个何等样的人物 一表怎么藏藏 相貌怎么出众呢 一看呢 平平常常 这个玛雅里的长相 这貌相 咱们以前曾经说过 他是交着国打进中国来的这么一个国际间谍 正因为他相貌平常 所以才适于做这工作 玛雅里把帮门开开之后 让蔡小洪进来 他一看后边就跟着一个生人来 玛雅里 当时就一惊 他注目一看赵玉的功夫 蔡小洪就做了一句解释 君士 你别害怕 这是我的头人 哦 好 请进 赶忙把门就关上 落座之后 玛雅里还看赵玉 这龙儿赵玉瞧瞧玛雅里 是 如果说他有什么侧点的话 就是眼眶子比较深 鼻梁子比较趴 这就是他的相貌特征 其余的 一点没有什么特色 玛雅里奔蔡小洪 蔡太师进来如何 啊 我爷爷 身体抗陷 没有什么事 蔡太师跟你说过没有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藏书楼 再咋 您就放心吧 我爷爷说过 得保证您的安全 您到哪去 绝不能贸然行动 必须每一个环节 都得安排好了 才能请您大驾转移 哦 建议了蔡太师 谢谢她对我这一番的关心 嗨 不用客气了 饭菜给您撂着了 您就吃吧 我呢 走了啊 有什么事 等着明天我来的时候 您跟我说 我给您到外边转达 好 我们告辞了 说了几句话 她战神就告辞了 看来 每天蔡小洪望着送饭 都没有更多时间的斗用 蔡小洪这一走 赵玉自然也就跟着 下了藏书楼 回到自己的东跨院的住房 蔡小洪回自己的住室 赵玉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 心里高兴 赵玉心想 啊 这麻雅里闹了半天藏到那了 刚才就这一走一过 赵玉凭借自己脑海中的记忆 就勾出了这么一个藏书楼的文净图 赵玉心想 我们这个图啊 给画出来 画完了之后 送到小八一装监府中 让他们晚上到这儿来捉拿玛雅里 他晚上肯定要加设港事 尽管要加设港事 小八一的弟兄 那都会高来高去的功夫 也阻挡不了他 对 想到这里 赵玉特意又绕出蔡师傅的院长 在外边观察了一半 然后回来 就在自己的房间 把门插上 拿纸笔就画了这么一张草图 把那个图画完了 自己又仔细的看了看 审视了一半 看看有没有错误之处 根据脑子的记忆 一核对 没错 他们的图这才叠好了 往怀里一揣 就等他 今天晚上半夜三更 往到小八一的状元府去 他等到三更天以后 万类俱敬 府内无人 赵玉轻轻轻的 忧打自己床上的气 骑着这条电灵棍 就打房间里出雷 纵身听上房 然后翻院墙出去 就来到了状元府中 到了状元府 状元府的院子里边 也是一片寂静 赵玉知道阮英在那个屋子住 他先奔阮英的屋来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是 来到阮英的住室外边 他发现阮英这个住室的窗户纸上 他人影摇摇 灯光闪烁 好像阮英没睡 赵玉来到窗铃进前 用手一敲打进窗户 打打打打打打打 屋子里边阮英就问了你 天 我 阮英开开房门就出来 小兄弟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的 白天来的不就让人看见了吗 快点进来 阮英一拉着 就进来 进屋之后 阮英把房门又关上了 跟我说 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没出 一切顺利 哎 好哥 跟您讲 我这个事可办成了 什么事办成了 麻雅里在呢 我可知道 就说 他在哪 别着急 沉住气 一伸手 有打回里头 就把这张地图打出来 您看见没有 麻雅里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菜经后花园的藏书楼 赵玉 把他这两天 在菜市府里边的所见所闻 都跟阮英讲 说了一遍 阮英听闻之后 就心里高兴 按下 赵玉 真是我师父的儿子 精明过人 这事办个票 阮英马上分布 把汤底牛等着都找了 小巴一弟兄 睡觉 全起来 聚到一起 商量 怎么办 赵玉说 你们 只要是半夜三更 到在太师府的东北角那个地方 翻院墙进去 那就是藏书楼 你们直接到在楼顶上 就可把那玛雅里 神捆 瘦绑 带走了 阮英这小兄弟 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吧 到了晚上 他那个太师府 藏书楼的周围 会不会多设港上 会不会那些的陆林强盗 都在那个地方群中要上 赵玉说 没关系 这样 你们定好一个行动计划 什么时候去 我在里边跟你做内应 我白天 先四桌观察 晚上 正分几整天 我在院的里头 咱们是机长为号 听见我拍几下巴掌 然后 你们就翻身过去 蔡小洪叫门那个数字 我就记住了 你就放心吧 万不一事 兄弟 这个事你再给我重说一遍 怎么回事 当时赵玉又给重新讲述了一遍 阮英听了一听 跟他第一遍讲的 没有什么误差之处 好 那就这样 三哥 你说咱们怎么办 他给你们说这个事啊 我看呐 咱们去 是要去 去的人 不易过多 人一多了 就引人耳 容易就露下 另外呢 咱们小白衣 弟兄要去的话 晚上去 还得一个个青纱蒙面 以防万一 你比方说 小兄弟在里边 虽然说把情况都猫熟了 咱们往这一去 情况有变 人家里边都有了 埋伏了 把咱们哥们围的当价了 咱们哥们要是露出本相来 那蔡经就会得当今圣上参奏咱们一本呢 人家 你这武状 夜入太师府 异于何为啊 他咬咱们一口 咱们就分辨不清 人家说对 三哥 就按您说的怎么办 咱们是青纱蒙面 夜入太师府 前进藏书炉 对 就这样 啊 什么下去啊 阮英说 事不宜迟 夜长梦多 今天晚上 明天晚上就去 赵玉 明天晚上 你认为几更天好 赵玉说 明天晚上 还这个时间吧 三更半天 当他们熟睡了 好 就这么定了 咱们两个里外街头 以什么为暗号 我在院里击掌 你们先到东北小林院墙外 听见我在咱那后花园里边 击掌五声 然后明就 月墙 上楼 那就说明万无一失 好 不过 你回去 还要多加小心 没事 太师府啊 我混的手 我把那个蔡京的松油 蔡小红给溜须好了 这蔡小红对我特别信任 谈铁牛仔旁边一听 夏兄弟 你跟那蔡小红俩人不错 他对你是不是有点那意思 三更你再说什么话 我能要他吗 不是你让他 是不是他要要你呀 他要要我 我不能干 你呀 别跟我嘴硬 小兄弟 明天晚上我们众微弟兄 要到那后花园去 你在里面做那阴 你如果跟蔡小红 摇��摇摇摇摇摇 裸摇摇摇摇摇摆楼 揍你一块把它给担ücks peach 我们大家伙的命 可就都大了 你放心 三哥 没事 不过你呀 有点嘴上眉毛 半时不劳 三哥有点信不过 没事就没事 好了 但愿没事 赵玉 走了 赵玉走了之后 卵鹰 马上连夜布置 明天晚上都谁去 卵鹰藏铁牛徐文彪 时尚清华云平 代价水耗的金棍 还有小霞电西兰 这几个人准备一块去 那么后边呢 宇律乔孔商等人 准备带着一部人随后接用 这几个会青山树的人 第二天白牵睡觉 晚饭之后 开始做出发准备 熬斗三更天 大家伙全都把夜星衣换锁了 每人都带一块青山 他们离开了壮元府 就来到了太师府的院墙外 顺着院墙 绕到了后花园东北角这个地方 每人把这青山都拿出来 罩在头上 晚饭首先把这颗单刀抽出来 这颗亮银柳叶披风都拿在手中 亮了一个柿子 仔细听着院墙里面的声音 有没有赵玉在那击掌啊 击掌了以后 内外呼应了 等着 等着 没有鸡掌的声音 软银挥头 看了看 唐铁牛 唐铁牛在后边 拽拽着 东撒西看 怎么样 我说玄吧 年轻人他就是不行 昨天我就那么嘱咐他 那么敲打他 到这时候还出错了 哪有鸡掌的 连七处叫都没有 坏了 好 咱回去吧 不 既然已经来了 咱就能这么轻易的回去 如果说鸡掌声没有 那是不是赵玉在府里面就出了仇了 被他们给抓住了 如果被他们抓住 咱们一定要进去看看 这要把赵玉救走啊 哎 那要救走的话 用不着咱们来这么一大帮人呢 三哥 你不知道 咱们再等一会 哈 等 等 唐天牛一伸手 把这个铁棒子摘下来 我看哪 要换菜 你说 他里边是仓俘楼 这院墙外边怎么一个岗事都没有呢 是不是人家都设好了埋伏了 怎么着咱们哥们往里边一露面 人家就把咱们包围了 说 包围了咱们还可以跑吗 您的功夫白了 你不会蹲吗 对 我会蹲啊 人太多他也蹲不出去 就等了半天 从桥楼上 邦邦邦邦邦 已经打四根了 还没有动下 阮英心想 坏了 三哥 你在这儿给我滚风要哨 我进去瞧瞧 阮英一根又蹭了 一坐就上这墙头 哥们儿一块钱 他往里边一看 里边是寂静无声 然后阮英一抬腿就站在墙头上 他看见 离不远 前面就是藏书楼 看了看藏书楼这二层楼 跟这墙书楼的一个距离 不算太远 阮英的轻功非常好 他一坐身 一坐腰 蹭 就放在这二层楼的房间上 解决了又一层 蹭 一个云里翻着跟头 脚尖正勾住 你三层楼的房间 伸得梦琪一挺 他上三层楼的房顶上就 倒在房顶上 阮英心想 我还不走龙门呢 我师父交给我一手绝招 就天鹅下蛋 我把这个瓦接下来 我游打上边掏一个窟窿 我直接就进屋了 马亚里 你就只要在这屋子里边 你就跑不了了 阮英这就接这个瓦 把这房顺的瓦接完了 他拿这个刀刚一步 就进院子里边忽人间 当一行 哗的吓 登出我把令 由从赵如白昼 很多官兵 把阮英就围在楼上 阮英和藏天牛等弟兄几人 夜晚之间来到了太师府的院墙外 他们准备着要生擒活捉 玛雅里 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 当他们来到院墙外边的时候 原定的要听赵玉在里边 鸡掌五声 然后里应外合 可是赵玉的声音没有 三更半天到这儿 一直等到桥楼上鼓打四更 还没有动静 阮英当时决定 他自己一个人到里边探看一下 阮英纵身上了墙头 然后又一纵身 跳上藏书楼的楼顶上 他要用他师父教给他的 一种绝技天罗下蛋 打算在房顶上 抠一个窟窿 直接下去 去捉拿玛雅里 偏偏就在这个时间 忽然间院子里边帮声打坐 登修过把量子又松 立时把院子 这藏书楼的周围照得通明 有几百官军 把这藏书楼就团团围攻 阮英一看就知道出了事 他也预计到 可能赵玉也出了事 他们原先想的这些计划 全被人家知道 这个时候阮英幸亏是轻杀照灭 阮英想 我可不能被他们发现 我是阮英 如果蔡京发现 是阮英今天晚上到他藏书楼楼顶上来了 蔡京明天早朝就会到皇帝面前参奏我一本 说我这个武状元上他的府中行窃 肯定他能说这样的话 阮英现在急于想把这玛雅里抓到 尽管这楼下边几百人把楼围着呢 但是阮英没把他们放在心上 阮英想 我把这个房盖的瓦接完把这土扒了掉 然后掏出一个窟窿我下去 我把玛雅里捆绑在我的身上 然后背着他就跑了 他知道玛雅里是一个门官 没有反抗力量 所以阮英把这瓦已经掀起四探了 他晾出的单刀就划在那土 他这一划了土的功夫下边围着楼的这些人就喊去了 哎 王上那是谁啊 你是不是叶文潜入蔡师傅的强盗 快点下楼吧 你跑不了了 下边这一喊阮英心想我跑不了你们能把我捉得住吗 啊 你们喊你们的我干我的 他拿这个刀就还花不土 这公司就卿下边又有人喊 他干什么呀 他八方呀 快点 放箭 乱箭穿身 这一喊 下边这几个官军 一个个摘弓抽剑 这个扣搭钱 紧接了就卿 帮声一响 帮帮帮 这凋零剑密如飞黄 游ート细雨 有四个方面奔着阮英就射了 阮英在这儿要再想 抠这窟窿 他可就奔入框了 因为凋零剑就射上了 他必须得拨打凋零 阮英手终两三刀 就在这个楼顶上 拨打凋零剑 那么阮英在上面被围 下边冲他射箭 汤铁牛等人呢 那些个弟兄在外边 也被人给堵在胡冲里头 感情怨枪 外边胡冲的两头 也有官军出现 这些官军 也是打着灯球火把量子游送 他们一起冲着胡冲 当劲这几位弟兄就射箭 汤铁牛 唯一手的 往左右一看坏了 我说这教育 他嘴上没毛 万事不老 你们还不信 你看见没 把咱们哥几个 可就都卖到这了 快点 咱给牛一伸手 把这铁棒子就掏出来了 啤酒啪啪的也在拨打凋零 这几个弟兄在胡同里边 被两面夹击 所以说没有功夫 来救阮英 阮英 在这楼顶上 四面包围 形势非常严峻 那么这么关键的时刻 赵玉上哪去了 赵玉果然出事 赵玉有打状怨复回来之后 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非常高兴 觉得自己这件事情 办得很漂亮 如果等到明天晚上 把麻牙里再去捉住 他就立了一个大功 第二天这一天 才没感觉成 到了晚上 赵玉老早就睡 不到定庚 他就躺下了 他心里想的是 我早睡早起 三更天我就得起 三更半天 我就得到在后花园 我把他那两道岗 那几个带遭的武士 我全把他们划了 收拾干净了 然后我在院子里边 机长五下 迎接小八一弟兄 上仓夫楼 他看着自己这个计划 想的非常如意 三更天的时候 赵玉起来 浑身上下 收拾紧身利索 把腰中大袋 紧了又紧 杀了又杀 把这靴子提了 提登了登 手中低落着两银棍 来到自己的房门隐 一拽着房门 咕咚 哎 记得这个门我没插呀 怎么开不开呢 拿手一摸就 门插锅 三道插锅都开着呢 那为什么门还开不开 他光光光 拽了几下 他才发觉 赶紧外边 把了叫给他扣上 锁上了 哎 谁把门又锁上了 这怎么回事 赵玉暗想 出什么事了 有人发现我 上小八义的府中去了 啊 嘿 你把门锁上 我就出不去了 门锁上我走窗户 赵玉一挥身 就进里屋了 他里屋这个窗户 是上下开的 上面这半山 是往外开的 赵玉 脚蹬着床 就来到窗户台跟前 伸手 一吹着窗户 这窗户 有打外边 也给他憋上 哎 赵玉一晃在这窗户 就听窗户 外边有人说话 别吹窗户了啊 外边滑着 你是谁 谁 告诉你 西京哥 早在这给你站上岗了 哈哈 是三郎 老师那咋不能睡觉吧 你还想着迎接小八义的人进来啊 甭想了 照顾这个行为 坏了 我的事情已经泄露了 怎么回事呢 赵玉不是跟着那蔡小红曾经上藏出楼看了一回玛雅里吗 两道关卡站岗放哨的代道武士都盘问过他 这件事情过后 这代道武士可就向蔡经汇报过 因为蔡经有话 麻雅里这个地方只允许蔡小红一个人去 再多一个人未经过的许可 是不准进的 但蔡小红领着赵玉去了 这两道关卡的武士不敢来 所以他们就得如实向蔡经禀报 这个时候恰恰是盖世英南列门他们都在场 把这事情一说 蔡经老谋身算老奸巨华呀 听见这事之后 他心里面就赚了个 盖世英和南列门两人呢 对绿炮僧了然之死至今 觉得心里面还是一个谜 偏偏又在这个时候 西经哥西盈哥这哥两位来了 他们在一起这么一番记忆 觉得这个十三郎行迹可疑 怎么办呢 蔡经秘密的就告诉西经哥 说你给我关注十三郎的行动 西经哥原来是在西元里面住 结果蔡经这个的一面兽机 西经哥就偷偷的住在蔡氏府里 赵玉由于自己定了这么一个小计策 把绿炮僧了然给害死了 他非常高兴 行动就有点疏忽 他上小八义状元府里边去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注意观察 山上后边跟着人没有 其实西经哥随后就跟着去 赵玉到在状元府里边跟阮英等人定得戏 西经哥在房上 后窗和外头都听到 听到之后西经哥明白了 回来就向蔡经动报 蔡经这才知道 感情这个十三郎 是小八义派到我府中的人 今天晚上 蔡经向震惊帅刘彦龙 借来了五百冠军 他说我府中闹贼 我要捉户盗贼 就把这五百冠军交给陆林中这几个首领 分头率领 在几处都秘密的安藏好 花园里边也都埋不下 所以阮英刚才一来的时候 就等于跳进人家王里边了 人家王正想要收口 赵玉呢 西经哥西银哥这哥两个说了 把他交给我 我们要把他看住 还得要把他拿住 蔡经有句话 不要把他制死 要活的 我得问问他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潜入到我的太师府 他还想要干什么 只要有这一个活口 我就可以用擦到金剑之上 参斗小把握 所以说这西经哥西经哥这哥两个 早班就来了 赵玉哪里知道了 外边门锁上了 穿过花园 赵玉一听外边说话是西经哥 赵玉心的就想 那我这事漏了 他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赵玉已经听到后花园那边就乱了 又放箭又吵又嚷 包括这个太师府的院情 外边的胡同里边也在吵嚷 赵玉心里就正着急了 赵玉想坏了 我阮哥哥 唐哥哥 就坏在我的手中 我要不跟他们定这个计谋 让他们今天三更半到这来 他们不会坠入他们的罗网了 万一要是我的两位师兄 有了什么闪失差错 我没脸活着了 我怎么能回去见我的爹爹呀 赵玉想 你们两个锁上 能给我挖着窗户 我就出不去了 今儿个我是非出去不可 让我与伸手抓起一把椅子来 来到这床上 这小蹬着床 这小蹬着床后台 这椅子手里面拿着 我是西京高 你把这门给我开开 开开门让我出去 咱们两个当面 赞赏三倍后 我配合你的英雄好姐 干嘛 又锁门又划窗户 哎 少来这套 是他呢 有能力你自个儿出来 赵玉说 怎么 你以为我出去吗 我自个儿出去 我说出去就出去 你能挡住我吗 出到这里 赵玉抬起腿了 赵玉上半身窗户 就是一脚 这一脚 甭说把那窗子给踹开 整个连上边挂窗 那窗户轴都踹折了 整个的上半身窗户掉院了 这窗户一掉院 那边赵玉把那椅子 随后就扔掉 这椅子往外扔 躲在窗户旁边 那西京哥一拜三桌 一刀正坐在那椅子上 坐在那椅子上 这椅子又特别沉 刮 往地一掉 西京哥的刀使劲往一切 把刀又抽出来 他一抽那刀通 赵玉一箭一蹭 就跳在院中手 把两斤都一白 他想奔后边 这棍子西京哥西婴哥 这隔两个一千几后 夹击之势 就把赵玉给挡住了 小子 想跑啊 跑不了 告诉你 蔡师爷下的命 非把你捉住不可 你是叫吃三郎吗 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报个真名实姓 说出了我们经历 夏威夷说 我就是叫吃三郎 大仗不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这个工夫就改西京哥 往前一种针 摆刀就中穿 这刀往前一踢 赵玉一踢 赵玉拿着棍 啪 往里一磕 旁边西婴哥 奔他后面穿一刀 就扎过来 赵玉拿着棍 再出一脱 一个战俩 在院子里边就打着 西京哥 西婴哥 那可不是一般的人 这哥两个 无意出风 杀法招寻 跟赵玉这一打起来 幸亏也就是赵玉 赵玉这条亮银棍 那是受过名人指 叫高真传手 跟他师爷 金针八卦 左梁左云旁学的 要不然的话 就这哥俩跟赵玉一动手 三蹭五蹭 他就得倒去 可这俩 打了十几个回合 赵玉就得心虚烦躁 他这打着 听他后院还乱着呢 赵玉恨不能的 马上到后院 给小八卦帮忙去 心想 这怎么办呢 我怎么能不击 两个小子给你甩开 赵玉连招急 再加上两个人对着夹西 在鹰府不暇 这脸上可就溅了汗了 正在这个工作 忽然间就听 在赵玉睡觉 这个房顶上 有人说话 哎呀 我心菜师傅这院里边清静 在这睡觉一定能安静 没想到今天晚上 这个地方比外面还乱呢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啊 说完这句话 就看优打那房神 你翻身 蹭 蹦起一个人来 一看那个人呢 头上赶沾的头发 梳着一个毒头算的法转 上边别着一个领条棍 身上穿着黑不黑 灰不灰的这么一身 短衣裤 你说它是灰呀 可能它原来曾经是黑 你说它是黑 可能因为咕噜的变成了灰 腰里边系着麻绳子 足下蹬着一双麻鞋 手中拿着一个打狗枣条 这手提了一个黄瓷马冠 长得干巴巴的骨瘦如柴 看年纪足有六十多岁 七十来岁 这老头下来之后 就把那个打狗枣条 在他们三人当中 这儿突然是基地有声 哎 别打了 这圣子们我一扯身 其中西京哥把单都一听 你是谁 不知道啊 孩儿呀 我是你爹呀 上岗西京哥西营哥 哥两个双战赵狱 赵狱腹背受敌 抽身不得的时候 在赵狱的住室房上 跳起一个要犯的老头来 这个老头 其貌不扬 是古兽如柴 左手提着黄瓷马冠 右手拿着打狗枣条 他拿这个打狗枣条 在他们三人当中 啪了一下子 击地一声 就把这西京哥给引过来 西京哥手中把刀一亮 问一句 你是谁 老头 为家思索 匆匆匆匆的 就说出一句话来 我是你爹呀 西京哥一听 呸 我是你爹 你叫什么名字 孩儿啊 你爹叫什么 你都不知道吗 我问你叫什么 我叫西京哥 就是 那个是你兄弟吧 是西营哥吧 这就没错了 西京哥 西英哥 你俩都是我儿子 你爹 我为了找寻 你们两个人 走遍了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多少年来 我是要着办找你们 我就是为了将来 你们能够给我养老 送中国死之后 能有个摔盆的 有个大翻的 可没想到 今天我一接着你 你还不认识我 我没有你这么一个爹 是啊 你没有我这么个爹 因为你爹没能耐 比如说你爹 现在比蔡京那官还都大 我就是在那深山老林里边待着 你也得贵成八财大教 当时去看我去 因为你爹现在是要饭的 嗯 这就叫所谓情局闹事 无人问负责 深山有远近 你爹我提着黄色把冠 这里边联系的带干的 这都不是你吃的 你可知道你爹我竟吃的什么呀 孩儿啊 你如果心里边有一点孝心的话 就应该把你爹接进这太师府里来 说了半天哪 其实你们俩是不是我亲儿子 我还画个问号呢 西京哥第一个都快起来 西京哥心想这个老猝崽子 你得诚心气我呀 但是西京哥心都明白 别看他像个要饭的 他绝不是一般的要饭的 要饭的不会没事 把这房子睡觉去 说明他有一身无意 今天他仰装成要饭 究竟是谁 我还闹不清楚 西京哥是我告诉你老东西 这个地方没你的事 你快点躲开 别讲 我看你们哥两个欺负人家一个人 这余礼不合呀 你别看你爹我要饭 要到这么大年纪了 身为的秉性没改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我告诉你 你告诉你兄弟 快点躲开 让这小伙子走 人家后边来了那么多人 等着他去呢 你们干嘛拦着人家 西京哥一天感觉他什么都知道 老东西 你要不跟我报复真名之性 别说我跟你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 好 不客气 你能怎么着 你还能打你爹吗 你不怕赚着一个忤逆不孝的罪名吗 西京哥这时候手中一摆担刀忘记 一线身照着这干部老头 一刀就逼下来 这干部老头往上一转身 像一个小玄奉一样 别看那么大岁数 铁青如意 刷 就躲开 他这一躲开之后 这干部老头拿着打狗草条 罩着西京哥那臀部 嗨 从下往上 就兜了一下 西京哥拿兜一下 拿兜 往一颗老头 把打狗草条撤下来 这一只手 叠了这罐子 这手拿这打狗草条 当于他一个手 跟西京哥在这打斗 两个人 啪啪啪啪啪啪 这一交手 西京哥发现 哎呦 这老家伙好厉害 举手投足 一招一事 是不慌不忙 西京哥想 这可是一个失败的高人 我对他可得多加点小心 三脆吧 我给他来一标得了 你尽管眼观六路 功夫到家 防不住我这左手标 西京哥正想到这里 叭 区别一刀 往后一侧身 这刀里一晃的功夫 这一晃刀 这标的标囊就摆出来 他左手一摆这标 他想要打那老头 可是出乎他在意料之外 他这标 刚就摆住了 还没能打出去 面前的老头没了 他硬车都不能说 感觉那老头已经到在这面 就这么一个大个犯圈 在这儿 老头到这儿之后 拿着砸鼓草球 逃着西京哥这边 那一下就点了一下 随着这一下点到了 西京哥的标 掉地下 西京哥当时就觉得半身麻木了 西京哥就觉得这一条腿跟那一只胳膊好像不回动了 这怎么回事 他这原地拉木 老头站到旁边把这个棍一指 孩儿啊 工作还得练呢 太远了 行啊 你先在这儿落会儿磨啊 往这儿收拾你兄弟去 西京哥心里面明明白白的 心想这个老家伙子去点血滑 这点的什么血 怎么点到之后 我这一半会儿会动它了 西京哥越着急 他越在这儿转 老头一转身 在这西京哥跟赵玉两人还打着呢 正打得难解难分 老头来到赵玉的身后 哎 小伙子 快躲开 把他交给我 赵玉一边跟西京哥打着 耳朵里边已经听到了老头跟西京哥的对话 赵玉一轻听老头要退一打 谢谢老人家 没工夫说更多的话 赵玉须点一顿一准身 他奔着后华园就去了 赵玉奔后华园一去 这老头就来到西京哥的面前 你这个小子 不是个东西 自个儿有名有姓 为什么不叫 你还冒充人家软英 过一会儿你又叫吴明 他吴明本来就是没名嘛 今天老爹要教训教训你 让你知道知道 慈母严肤的厉害 西京哥一看 我哥在那干嘛呢 怎么一条腿不离地在那一阵辣漠 西京哥说 你是谁 我是你爹呀 你不知道吗 小畜生帅 这打狗枣条 奔他脑袋就砸过来 西京哥往头一闪身 百刀相拥 打了十几个照面上 就看那个老头突然间 啪 这一枣条 蒙头盖 冒兴地一砸 西京哥往前一挫身 那老头这枣条往后一转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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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刚才这老头跟这哥俩打仗 这左手就一直没动 这回跟西京哥交手的时候 这左手动了一下 把这黄瓷瓦罐 揉下来 这一瓦罐 正打到西京哥这脑袋上 啪 吐 这黄瓷瓦罐 是老头要饭用的 这里边有半罐的东西 是连杆的带锡的 这锡的是什么 有小米粥 有大米粥 还有绿豆粥 是三合一 掺和一块的 另外那里边 还有半窝头 两块搜馒头 所以老头为什么一砸 砰一砸到脑袋上 哗啦 整个就都撒到西京哥的脑袋上 西京哥一扑了这脸 你搜馒头 差点没划到嘴里 哇 西京哥这跟我再看这老头 老头一转身 回头见 一纵身上了房了 就在这个地方 此时刻 赵玉已经低着亮银盾 来到了后花园 咱们赵玉来到后花园的时候 一看软鹰被众官兵 已经围在了楼上 赵玉这些人就像疯了一样 摆着这条亮银跪 忧打 官兵的背后就打进去 屁叫 赵玉从外围望里边一打 官军当时就有点乱了 弓箭就停了 弓箭这一停止功夫 阮银又打那个楼盖上 此时刻知道不能再刮麻牙里 唐面要紧 不能让蔡京抓住把柄 阮银又打楼上 一送针 跳到墙头 又打墙 一送针 跳到墙外的胡同里 这个功夫 阮银跟小八一重备地心 在头前带着头 奔着胡同的那方面 往里冲杀 与此同时 赵玉把官兵打乱之后 他一看阮银已经逃走了 赵玉紧静的也杀奔花人的院强府心 当他来到院强府心的时候 把这令营众帮帝其一组 一组就跟双腿一肉 是 他 跳出来了 赵玉也倒在胡同里了 阮银领的众威 阮银正往前杀着 一看阮银为首来的一个人 正是金石大鹏盖世英 盖世英 手中拿着一队胡同鼠双铺 跟阮银脸的人 走了一个面对面 他说 马里走 阮银是轻杀蒙面 盖世英能看出来 他是 阮银把刀鼠中一情 突然间 阮银在脑子里边想飞个主眼 他一看是盖世英 他知道盖世英的为人 这个人别看是藏军山的大赛鼠 但是 这个人为人正外 很重义气 阮银哑记了声音 就说了一句话 盖世英能看出来 盖世英能看出来 正是 盖世英能看出来 我是阮银 如果说你要跟我能强强义气的话 请盖世英给我让出一条路来 咱们是英雄是豪显 照宽城地区的分张下 盖世英听到这里 好 阮银 面在我道 你在状元府给我女儿调笑的时候 你有揭有送 今天盖谋 游离相还 你跟我来 说的话 盖世英把这户属 顺口属不出来 屈晃两公斤 见了一侧身 他败下来 盖世英望下一败 这官军就得闪开啊 官军闪开 就等于盖世英把小八义弟兄 游打这胡同里边就领出来 当领出来的时候 盖世英一回身 醒完的 改日再会 小八义弟兄 游打胡同里边出来 这才往状元府里边改 或者说这小八义弟兄都会上房 为什么在胡同里边不上房啊 房上上不去了 那房上压房盖里都有官军 弓箭手在那拉着架子挡着呢 自由除了这胡从口 他们才得以自由 这个功夫后路援军 玉石销孔生等弟兄 正走在石子路口上 跟前面来的弟兄们相亏 大家伙一气 回到了状元府 回到状元府 到了客厅里之后 天就亮了 阮鹰一言不发 这猴酸脸嘛 就沉着 谈这牛呢 咧这个嘴 哎 我说吧 考虑的不周 你们不信 怎么样 这回撞了人家王里头了吧 最难受的就是赵玉 赵玉 看着这些弟兄 这种颓废的样子 赵玉就说了 几位哥哥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 我回彩师府 我把妈呀 给你们背出来 这赵玉说完这话 真想走 阮鹰说 慢点 你去哪 你回来这不 你送死家 啊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周景龙不知道怎么回事 问他们 产品牛 一无一时跟周景龙 都已经讲述 阮鹰沉闷了一会儿 好吧 天亮了 别的先别说 咱们先吃早饭 马上命手下丛人 给摆上早饭 弟兄几个 弄半了早饭 阮鹰 跟小八一 中为弟兄就和气 你们说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这玛雅里 还能在那藏厨楼里面待着吗 藏姐 你要说 他如果在那里面待着 那他就是死了 那是停着失呢 他只要是活人 他绝不能在那里面待着了 那蔡青也不能让他在那里待着 他已经露了蜜了 啊 韩哥 你不是都在我们众弟兄没办法的时候 你有高招吗 现在我问你 你还有什么高招 我呀 有 你三哥那招招还没有吗 正在盖着公主 外边有一个门夷进屋禀报 启禀唐三将军 咱们状元府的土门外来了一个要饭的老头 说跟您是老朋友 要跟您见面 您见吗 唐铁牛一听 见 告诉你们 高招来了 都等着我 唐铁牛急急忙忙 拽拽的就来到状元府的府门一离 惊惊望府门外一看 果然 就是曾经多次营救过他的那干部老头 这老头啊 黄色马怪已经扔了 手里边光提着这个打鼓枣条 站在门口外 哎呦 这不是唐三将军吗 老爷子 老爷子 您怎么不进来 不是我不进去 是人家不让我进去 他就看我这身穿戴 觉得好像不是进这大门口的人 唐铁牛说 你们两门都听了啊 从今晚后 这老头不管什么时候要到咱这来 都得让他进来 这是我的好朋友 他就是半夜三更到着来敲门 我睡着了 你们也得帮我打醒了 唐三将军 我们记住了 来吧 里边请 里边请 我们弟兄几个呀 正在客厅里面议论一件重要事情 您进来正好 请到客厅 哦 我这个人呢 免贴 又怕见官 又怕见人 干脆 我就光跟你一个人说得了 唐铁牛说 有什么话您说 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叫饭的老头来拜访 那这院子里边不是讲话之地呀 你没有睡觉的地方吗 哎呦有啊 有有有 上我的屋去 藏铁牛马上把这根本老头 一绕到他这屋子里边来 让进屋之后 藏铁牛给这老头 沏上一壶茶 倒上水 然后他就说了 那爷子 你搬过我不少的忙了 你也曾经救过我的命 可是救过他 您就走了 从来没给我留个名信 俗话说 人过留名厌过留生 人过不留名不知张王以赵 厌过不留生不知春夏秋冬 你老爷的这么大岁 我琢磨着也得有个大号 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 我总得管这有个称谓 您贵姓 台服怎么称呼 老头一听 乐 藏铁牛啊 跟你说呀 我这个人哪 从小家里穷 一老生的时候 据我的爹妈讲啊 我得三斤半 比那耗子大不多少 爹妈都担心 我养不大 养不活呀 对着活活 洋洋洋洋洋洋的 把我拉着的长大了 小时候他们管我叫 干部孩子 长大到了十四的时候啊 他们管我叫 干部小子 我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们管我叫干部小火 现在我六十多岁了 大伙都管我叫干部老头 我一想啊 别起名了 人家那为官为患的 起个名 到时候称呼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大的 你是个要饭的 长天赶门 也没人叫我呀 这个干部老头啊 叫得更挺顺子 就这么着吧 如果你要问我 姓什么叫什么 我就姓干 明巴 自老头 他给您说 没这名啊 啊 拉丫头 那么您不愿意告诉我 您的真名实姓 您有住处没有啊 住处啊 嗨 倒有个破住处 那地址在哪 您告诉我 万一我要有什么 着急上火的事 我好上 您的府上拜访 哎 可别那么说 我那怎么叫府上啊 我那个地方啊 名字叫五房街 我那个地名叫燕子窝 五号 哦 五房街 燕子窝 五号 好好好 这我记住了 等以后 有事找您去 有事不用你找我 我就找你了 这不今天有事 我就找你来了吗 啊 您说 有什么事 昨天晚上 担一三更的 你们小八一的弟兄 不是上那太师府里边去了吗 啊 大概是你们要找那麻雅礼 这个麻雅礼啊 还真就在那太师府后面那藏书楼上藏着呢 可是昨天晚上你们这么一去 这么一闹腾 人家又换地 这麻雅礼又搬了家呢 搬到哪儿去 你们想不想知道吗 他们的那个 又老爷子 我们弟兄几个被这事都快急出姑娘来了 能说不想知道吗 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 这事我知道 我怎么知道的 你甭问 我不问不问 准不准吧 要不准 我不能专门给你们到这来送信 当然准了 那他搬哪儿去了 建人哥 人家搬家了 搬到东京汴梁城里有一个老道出家的道观 这道观的名字叫玄都观 藏朝有个诗人刘宇熙 曾经有两句诗句 玄都观里 曹千树 巨是流浪去后哉 就那怪 这玄都观里边有一个观主 是个老道 府姓欧阳 丹自民工 那是个武林高手啊 不但是个武林高手 而且也是一个炼丹的丹士 这个老道过去跟蔡经两人甚好 情同手足 交情诺匿 蔡经呢 就把这个老道介绍给当今皇上宋徽宗了 看见了 你不知道吗 现在大宋国朝盛行炼丹吃丹之风啊 当今皇上也想着炼丹用丹 他打算长命百岁 代代为帝 所以呢 这个欧阳宫就跟皇上认识了 这个皇上这么一认识 皇上就把他试作神人 吃欧阳宫给他炼的丹 吃着吃着两人过从甚密 最后居然跟这欧阳宫两人称了实行地 皇上是欧阳宫的师弟 而且这欧阳宫给这皇上还写了一个道号 这个道号叫什么名我还说不上来 就说那么念起来一大堆 正因为这样啊 他这个玄都官就成了黄丰禁地 原来那是允许老百姓到那烧香还愿他 自从皇上已专用他的单 皇上就把这玄都官成了禁定 不让百姓兄 欧阳宫于是也身价倍增 这玄都官里边 这个老道跟蔡经正因为有交情 所以蔡经有什么事求他帮忙 据我所知千真万确的消息 他把那玛雅礼弄到那玄都官里去 交给那欧阳宫替他看着 你们小蚂蚁弟兄要有本事能进那玄都官 就行把那玛雅礼能找到 要没本事进那玄都官 这玛雅礼这辈子你们就找不着了 就这么一件事 那爷子 看来您是为我们小蚂蚁弟兄尽心竭力的探索了这么一个消息 我得谢谢您 藏铁牛站起身来一报外 我光这么谢您不行 我得给您点钱 说这话藏铁牛掏出来三十两银子 这钱您带着 给我这钱干什么 我琢磨着 我看您是不是换身衣裳买双鞋 您这身衣服是不是有点太寒酸了 唉 我还跟你说 这钱我不能要 衣服我也不能换 鞋也不能换 如果我把衣服一换鞋一换 我再来你就不认识我了 我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走到任何地方都能知道我 嗨 哪有这么一说呀 老爷子 您这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你放心呐 我这个日子过惯了还不愿意变 一变我心里难受 就这样吧 咱回头见 幸不幸在你 反正把消息给你打散来了 干部老头跟唐铁牛说完这番话之后 站起身来往外就走 唐铁牛随后相送 但老头一直送到撞远府的大门之外 老头走了 唐铁牛高下 马上压转恶行的就回到了客厅 客厅里面大家伙都不议论了 因为唐铁牛临走的时候放了一句话 哎呀我有主意了 大伙就等着唐三爷这主意从哪来啊 一看唐铁牛一回来 软鹰拿眼睛一砸唐铁牛的面部表情 一从那蛤蟆嘴嘴角往下这么一撇 脸上这一再一副得意的样子 阮铁牛心里想 他有主意 不就怎么回事 唐铁牛进来看看众位地形 怎么样 讲说得了没有 阮铁说没有了 就等着您呢 是吗 你们不是就要找麻牙礼吗 你说少来就找谁们呢 你是谁啊 咱们不是都想找麻牙礼吗 对我忘了 好吧 麻牙礼的下落我知道 在哪 像玄都怪的 刚才那干部老头给我送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消息 蔡经一看咱们弟兄上藏出楼这一闹腾 他觉得那个地方不安全 现在已经把麻牙礼转到玄都怪 玄都怪里边出家老大 福姓欧阳丹自明公既是武林高手 又是炼丹之士 他跟当今皇上是师兄弟 所以说 他那个玄都怪被当今皇帝封为黄丰禁地 一般人等不许闪自进入 送到那里边去之后 咱们怎么能去查询呢 像皇上那领圣旨 这些皇上能给吗 搅闹他师兄弟境地 他能干吗 如果是没有圣旨 咱们就愣进 也不知道麻牙礼在哪啊 你们说 谁有辙 能接近这个欧阳宫 软婴一清 这样 咱们那个夜参全都怪 嗨 夜参白费 挺大一个庙宇 藏一个人 你去放哪啊 我估计那个老道 平常也不能随着瞎刀子 说我妈呀 你放哪了 放哪了 那你们一听就听着了 没有闹事吗 软婴说这怎么办呢 三哥 你不是你有主意吗 哎 这就是主意呀 我都告诉你们了 软婴说这不叫主意呀 告诉我们之后 这怎么能进入圣都啊 能进那欧阳宫啊 还得你要是这个 我还得再想想 要不敢明儿 我再找着那干部老头 再打听打听 就在这个工夫 站在旁边 糖铁铁牛那小徒弟 铁铁的乐宝 乐了 嘿嘿 怎么回事 你乐什么 乐宝凑到糖铁牛的跟前 师傅 这事啊 我能办 你别看 你别看你师傅 吹牛 你也跟着吹 你师傅 吹牛有根据 你小子吹牛 别吹爆了 不是 师傅 真的 真的 怎么个真的 师傅 玄奴冠里 那老道 我认识 胡说八道 我从来没听你跟我说过 你认识一个 玄奴冠里的老道 你看没到那时 我跟您说干嘛 这到时候再说 这才是看劲呢 那老道 你怎么认识的 那个宝凑 你有所不知 这老道 欧阳公 他是我姨父 真的 啊 他可不 小子 你可不是胡说八道 你跟我说说 你怎么个姨父 哪怕是怎么个姨父 他的喜欢 跟我妈 是亲子妹 不过他的宗人呢 早年去世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告诉过我 说在东京汴梁城 有这么个姨父 福姓欧阳三次民工 让我呀 要有什么难处 到东京汴梁去找他 这些年来 我就一直也 没上中京汴梁 投这个亲 一个是我不知道 他确切的地址 第二个来讲 我一想 他已经死了 那就算完了 俗话说呀 姑表亲 辈辈辈亲 打砸了骨头 连着筋 两一亲 不算亲 姨娘一死 就算断了根 所以我就没想法 今天既然有这么个事呢 那我就去一趟呗 师父 我到了那之后 说不定 大陆的全租关的内部 就能探听清楚 这麻雅里 他就藏在那了 唐建牛说 好嘞 一般来讲 能当我徒弟嘛 当我徒弟的 都得有三把神杀 远因 怎么样 远因可周景龙 他们等人一听 果真如乐宝所言的话 那么现在乐宝 是唯一的能够打进 宣都关里的人 就让乐宝先探勘探勘 告诉乐宝 你到那可别说 是小八义 壮严腐里的人 你就说 犹打老家 从不哪来的 乐宝是 再说您放心 我会做这个事 小乐宝 把这个铁笛子 往自己的身后 大带人一别 浑身上下 一文钱没带 就问着 玄都关来 玄都关是 中京汴梁城 有名的道关 当他来到 玄都关的门口的时候 发现这个玄都关周围 果然 那是像黄蜂禁地 近香火的一个人没有 道关的周围 是一片四无目清静 他来到这个道关的门口这 扣打门 这一敲门 有点 里边出了一个小道童 道童开门 一看个宝 就问他 乌连佛 请问您找谁 这是玄都关吗 正是 我要找玄都关的 的关主 欧阳公 欧阳公 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呃 我是个亲戚 您就跟他 传给你上 你就说 有个叫乐宝的 来找他 真是吗 那没错 你这一说这名 他就能出来找我 啊 你说怎么 这个小道童 转身进去之后 不大会的工作 就看犹打里边 走出了一个老道 这个老道看上去 约有五十多岁 留着一副黑胡须 头戴酒粮造巾 身穿着 冻绿色的道头 妖记水火丝头 足灯水霸云鞋 这老道手里面 拿着一个封尘 当他走到玄都关的 这个庙门一礼的时候 一尘弄走 无量府 你 请问您是 欧阳公吗 正是贫道 你是什么人哪 哎呦 衣服 我是乐宝啊 衣服 我可找找你了 哭哭 贵了 抱住老道的这两条腿 是放声冲哭 乐宝这戏做的才足呢 哭的是又冤又曲 抽抽搭搭的眼泪 望下一劲之躺 哎呦 这一哭老道都受了感染了 别看老道是出家之人 眼泪也流下来了 老道赶忙把乐宝掺扶起来 让到自己的和轩之中 落座之后 老道就问 孩儿啊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别提了 一波 我找你找了两年呢 你爹呢 死了 你妈呢 也死了 我妈临死的时候告诉我 让我来找您呢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您 孩子 咱俩俩还有缘呢 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干 那你一喝微生呢 我就会要饭呢 哎 可怜的孩子 就这样吧 哪儿也别去了 就在这庙里待着 乐宝心想 你赶我 我也不走 我到这儿来 有我自个的事 乐宝 为了探寻 玛雅里的藏身之处 来到了 玄独观 玄独观的观主 是老道欧阳公 他是 乐宝的姨 两两个一见面 乐宝呢 就讲述了自己 坎坷的一生 讲述了自己 这悲惨的遭遇 乐宝讲的是 激青满回 热泪盈眶啊 这下他把老道 欧阳公给感动 老道就说了 哎呀 这回你就算 熬出头来 你就在我这 玄独观里边住去 从今往后 哪儿也能去 乐宝说 一步啊 我住在这儿 能行吗 怎么不行啊 你不就是 为了找我来的吗 如今找着我了 才往哪儿去 一步 乐宝就 谢谢你了 说着话 乐宝这眼泪就下来了 这乐宝 应该说是一个 好演员 其实他自个儿 讲的这一番 身世 全是创作的 瞎编的 而且他把这些 假事讲的 跟真事一样 还不用导演 居然把这个 老道给打动了 乐宝说 一步啊 那我住在 您这个 罐里头 那我干什么呀 孩子 你的精力 够坎坷的了 你不用干什么 你随便 在我这庙里边住上 你爱干什么 就干什么 一步 我有个要求 行不行 你要干什么 一步 我想跟你一样 我要出家当老道 你要当老道 哎 不行 别的要求都行 为主这个要求 我不能答应你 孩子 你要是当一个道人 你就走入三清教的门户了 这样的话就耽误你的前途了 毕竟你年纪还小 你有你的前程 你有你的未来 而且说你们老乐家 就是你这么一根苗啊 不孝有三无后未大 将来你还要娶其生子呢 你当老道哪行 不 一步 我看你当老道挺好 我非当老道 你要觉得 怕我们家里边断了后代香烟呢 那我就当老道之后 将来再娶媳妇 然后我再生个小老大 哎 没那么一说 出家人就不能娶亲了 是吗 当老道不能娶媳妇 那是啊 能娶媳妇那还叫老道吗 有一种老道那就火炬到 但是 我这个罐里边没有那样的道人 啊 到底那么说我不能当老道 对 那我就在你这罐里边闲住着 将来我怎么办呢 我长大了 孩子啊 你要知道 你一副这个玄独罐可非同一般的妙宇啊 你这我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当今圣上八地徽宗黄蜂禁地 你一副我跟这玄独罐里边的道人 原来的罐主学会了练丹呢 当今圣上专门吃我练的丹 我天天主要的精力拿出来都给皇上练丹 皇上吃了我练的丹 他可以长寿 他可以身体健康 等着日子长了 我教给你练丹 如果说你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你把我的炼丹术学会 将来你就可以接我的班 如果说你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 那有机会我建造当今皇帝 我就说我有这么一个外甥 他现在没有什么事做 就皇上给这个一官半职打 我想这也就是皇上一句话呀 只要你听话在我这老实的待着 哎那好 那我就在您这待着 您这罐里边还有什么人 我这罐里边非常清静 给你拆门的那个道筒 你看见没有 那算是一个 出房里边还有一个 装给我做饭的大事 再没有别人 那晚上我住哪啊 晚上这庙宇里边宽敞的很啊 哪里都可以住啊 你看我这贺轩 这是一鸣两岸三间房 东边呢是那个道筒住 西边就是我住 你呢也可以在那边的配方住 如果你自己害怕不愿意在那住的话 就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在这西间住 你看如何 哦那行那行那我跟您在一块住吧 我自个儿一块住我咋小 好就这样吧 于是就把乐坊给留在这 老大欧阳宫 让你厨师姑晚饭做的丰盛一点 让两个在这儿好好的吃一顿 晚饭用壁 到了夜间 掌个灯 该睡觉 这乐坊的就瞎打劲 他拐弯磨脚的想要探寻一下 这麻雅礼到底上这来没用这来 但这个话题怎么转怎么管也转不得上不来 这个欧阳宫啊 好像不知道这个麻雅礼上这来 一点这方面的消息也不透露 该睡觉 那个小道筒给打了洗脚水 要两个洗完了脚 欧阳宫就说 老宝啊 他给你够累了 睡觉了 早点休息 明天早晨起来 我把你叫起来 我交给你练练武艺 一木 我听说 你受武术大价 什么大价不大价的 但是 你一部的武艺在武林之中应该说 还是很多人知道的 是是是是 我早就听说过 那那那那我先睡吧 好 躺下睡吧 老道一看 欧阳宫先躺在床里边了 这老道那床外边倒在那 欧阳宫倒在床里头 他睡不着啊 心里有事 欧阳心想 我算是混进来了 跟我一部也算搭上钩了 我怎么能知道 这麻雅里 他藏放在什么地方呢 我瞧了瞧这玄独怪 好大的一片庙宇啊 究竟 这个麻雅里 他放在哪间屋里了 我应该没事上外边转悠转悠 嗯 对 但是没事瞎转悠 会不会会引起我一部对我的猜疑啊 往这儿一关身 这床碰嘎嘎嘎嘎嘎的就响了 一会儿这老道在外边躺着 好了 问一下 乐宝 乐宝 睡着了吗 没有 怎么还没睡着啊 我大概是有点摘席 哎 你不说你哪都走 怎么今天摘起席来了 我今天我见到您可能激动的 我的心情不平静 哎呦 他扑朗坐下来 怎么啦 我激动的要闹肚子 老道已经没听说过 激动有闹肚子的这边 哎 你要闹肚子 啊 快点出去 东来个角 那就是厕所 哎 好 乐宝一翻身 他出来了 有打这个贺宣理出来 来到这院子里边 驻足一瞧 那边是大店 那边是配房 那个地方 有一座塔 这个塔很高 庙宇里边有座塔 这是一般庙宇里边 准难见到的 这塔的塔 它有十三层 叫什么塔 它也不知道 在院子里边看看 新疆宝宝那号不再转着 他一转身就奔着后面来了 来到后院一看 这也是有正殿天房 一切都是那么树木 寂静 什么声音都没有 连耿骨之声都听不到 那把心想当老大也不容易啊 就在这环境里边待着 受得了吗 这环雅里 它能在哪屋呢 我现在先别太着急 我先把这院子的环境 哪哪哪都有房间 我得查看清楚记在心里 院子这个图得装到我肚子里 第二空到状元府里 向我老师向众位禀报 听他们有什么办法 嗯 哎 他正觉得寂静 忽然听见 有炼子的声音 有兵器相碰的声音 那把我仔细一听 这声音是墙外边传来的 那不是想 有兵器相碰的声音 是不是这环雅里啊 啊 那边又一琢磨 我听说环雅里 是教着果子军师啊 这是个文官啊 他也会练武吗 说不定 把他藏在什么地方 保护他的人会练武 神经万叶的 在这练功组 我瞧瞧 乐宝就奔着这个庙的院墙 这儿来了 他听着院墙外边 有炼鼓的声音 乐宝一 蹭 一跨墙头 一扒 这次也就骑在墙上 望去一看 这墙外边是个小胡同 胡同那边还有一道院墙 那个院墙比这个庙的院墙要矮 这个声音是由打那个院墙里边传出来的 乐宝想 深今半夜谁在这儿练武 我瞧瞧 他一发针 跳到胡同里边 又一纵身 胖 胳膊一块墙头 正好往这院子里边看 一瞧这院子里边果然有练武 院子里边练武的这个人 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 现在是异色朦胧 这姑娘长得五官貌像什么样 乐宝看不太清楚 但是 姑娘这个行体动作 姑娘的这个身化 她可以看明白 这姑娘身体匀趁而交见 手中拿了一口宝剑 正在这院子里边 走行门遛过铺 练剑 这枪练得非常娴熟 剑光闪烁 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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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 就把那姑娘把这剑 啪往前一次 这剑梦会一百七万 来这个短笛 横吹 这剑梦中一亮 乐宝看着这脱口 他喊一声好 他怎么喊好啊 这乐宝 擅食铁笛子 他知道这剑 这一招叫短笛横吹 他跟他自己使那兵器 那跟那笛子再联系起来 啊 这乐宝啊 那嗓子小高音 在夜静更深的时候 这一声特别清楚 而且特别尖利 让人听着刺耳 把那姑娘吓一跳 这一个好喊着那姑娘抓紧去 谁 没人 这一说没人 这姑娘更冷了 没人怎么在那出来声啊 这姑娘抬头一瞧 枪头这位胳膊中扒着枪头 探着脑子扔在那里看 你去谁 深中半夜的 为什么看过练武 这 下去 我不下去 说的话乐宝一抬腿 他起个墙呢 我不下去 练哪 你这剑还没练完呢 我想接着往下看看 这姑娘你吓了 我问问你是谁 然后我再接着往下练 你甭问我是谁 你练完之后我就告诉你 我是谁 他这一耍拼嘴 这姑娘 这剑在这手里那么拿着呢 就和这姑娘往这腰里一伸手 这动作非常快 一蹬 在后边站着一个 红龙套锁 这绳 有一丈多 啪一抖 这红龙套锁一瞧了 就套到乐宝那脖子上 这一招 乐宝可没防备 今天晚上 他也没想到 这姑娘有这一手 啪 套上之后梦里一摔 套锁锁一紧 乐宝大叔朝下 就跟手蹭蹭下来 干什么 你是内蒙来的 这是操马子招数 你怎么操人呢 这姑娘忘回了 你再想乐宝 我这个套锁锁 你 摘下来 你看什么 你好无道理 乐宝有点急 乐宝跟藏铁牛在一起 经常听他师父 那种说话尖刻的语言 再加上他本人说话 就具备这种千才 他要来的事 那话是一句比一句难听 今儿这姑娘拿着个套锁 一套她脖子往前这么一瞪 乐宝可来了 我说你这姑娘 你干嘛 你拿着操锁操不干嘛 这姑娘不是操锁 往腰力宝剑手中一行 刚才我跟你好说 让你下来 你不下来 那我就得用操锁 把你请下来 客气 那就请嘛 那就拽 你把我拽下来 这本身就 没有道理 没有礼貌 你有礼貌 深经半夜 你一个男子 趴在箱头上 看我们女儿家练舞 这是何一 你知不知道 男女见面 瘦瘦不清 男女见面瘦瘦不清 你知道我是个多大的男者 你是个多大的姑娘 我瞧你这个样子 你得有十八九了 跟你说我才十六 我十六 看你个十八九的练舞艺 能怎么着 我又没派媒婆上你家 说媒来 我也没说娶你 话又说回来了 真要是有媒婆要说你 我还不定叫不要吗 乐宝这句话 她一说这姑娘可就沉不住心 这姑娘一听 哎呀 你这个人怎么口出不信 口出信 再比这样好听的还有 就怕你听不进去 她一说这句话 姑娘心想 她再不会有好听的了 好听一本 臭啊一见 笨了就坐下 肩膀就这么一踢 乐宝一伸手 现在后面铁笔子站起来 铛笔子一打 三招两招 就还没等乐宝缓过劲了 就跟那姑娘上边宝子箭一扫 乐宝一踢 唰子一箭 他刚才踏踏踢腿 呼通 把乐宝踢躺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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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